总冠军的四位参赛者是编号1的完美熟灵美女冠军唐泽颖 编号2的完美漂亮妈妈冠军Ivy 编号3的完美邻里太太冠军Sereen 编号4的完美上班美女冠军Yvonne 总冠军决赛现在开始 大家晚上好 欢迎来到完美大挑战总决赛 我们现在就是在City Spa 茶点晚宴的一个现场 那我们的四位嘉丽已经在后台准备多时 要以最佳的状态跟大家见面 没错 今天晚上我们将一起见证 完美大挑战2007年总冠军的诞生 好 现在马上就为大家介绍我们今天的五位评判 第一位就是Miss Jessica Tan 第二位就是Miss Joey Fong Miss Edwin Cole Miss Celia Tay 以及City Spa院长陈明霞女士 编号1的唐泽英参加完美大挑战之后 体重减去7公斤 重新穿上心爱的旗袍 同时还得到完美熟灵美女冠军 那一直以来到现在呢 你是怎么维持身材来接受今天的这个挑战呢 必须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 定时做运动 极上美永远 美丽 是需要努力来经营的 对 没错 不可以懒惰对不对 对 谢谢 谢谢City 天豪2的Ivy参加挑战后 摆脱了肌肤以及身材问题 保留了原本的自信与开朗 当上完美漂亮妈妈冠军 Ivy依然看起来是容光焕发 自信满满的 真的是跟那时没什么差别 而且很难地恢复 好皮肤好身材 谢谢你 其实今晚呢 我是想展现我最自然最开心的自己 很好很好 编号3的Serene 之前面对皮肤以及肌肉痠痛等问题 后来这些问题一一被解决了 她成功登上完美邻里太太冠军宝座 真的是阿罗多姿 她早起开朗的时候 真的是很有那个feel 这些日子呢 你是做了些什么东西来充实自己呢 我最近刚刚开始学瑜伽 所以最近在练习一下 照顾自己的身心灵快乐 有时间了要好好利用对不对 说得没错 编号4的Yvonne 本来是一个欠缺完美的上班女郎 参加了挑战之后 她变得完美无缺 还得到了完美上班美女的荣贤 你是刚刚出炉的完美上班美女冠军嘛 那到今天呢 你那个兴奋的感觉还在吗 当然啦 其实我昨天刚戴上王冠的时候 我还觉得很迷糊 直到晚上开始回过神来的时候 才觉得自己非常幸运 一直开心到现在 那请问你 对于今天晚上的总冠军呢 你有没有信心可赢呢 其实我没有想这么多啦 最重要今天好好享受今晚的气氛 留下一段完美的回忆 我们再次的邀请呢 我们的四位嘉丽呢 重回台上 那好哦 欣赏过我们四位 漂亮的美女之后呢 现在轮到我们的评判们伤脑筋了 现在呢让我们邀请的评判之一 也就是2007年 新加坡环球小姐的冠军 Miss Jessica Tan 上台跟我们分享一些小秘密 哈啰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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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essica 告诉我们呢 你是平时呢 做些什么样的保养功夫 来保持你这个水嫩嫩的肌肤的 我有时间的时候会到新SPA 做护理 做SPA 从一从自己 让肌肤在最大的状态 在家里也时常放面膜 让肌肤水嫩 我们谢谢Jessica Tan 谢谢 我们要先请我们的SPA院长 陈明霞女士上台来颁奖 SPA完美大挑战 总冠军就是 她就是 完美 熟灵美女变号艺的唐泽盈 恭喜唐泽盈 非常恭喜你 我们请院长颁奖给泽盈 现在获得了总冠军呢 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呢 我真的很意外 我觉得我真的很幸运 SMA 完美大挑战2呢 已经圆满地结束了 在这里呢 我们要谢谢所有的参赛朋友 当然也要谢谢电视机前的您 完美大挑战 我们明年再见 那么 Burns 准复 在这里呢 sekali 让我们订阅